Keezer 廣门系列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Keezer 廣门系列 那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like and share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 大家有沒有看得出我什麼不同了 沒有 有沒有 有什麼不同了 不同了就是 有沒有覺得我好像畫了眼線 其實是我和那些Mascara 我完全是射中射不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我的社交媒體 我小妹昨天就第一次上這個 私打港應超 還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 都重要是和很多位師姐 或者師兄去學習 我會努力去做好自己 好了 就入回正題了 我們說回Keezer廣门 那首先 馬會就公佈了 班德里停賽兩個月了 還要罰多少錢 罰30萬 然後還要是 很慘 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真的不太知道 無從稽巧 到底是 就是他給貼士別人 然後賄賂人 還是 怎樣呢 因為如果你純粹是給貼士別人的話 那如果沒有涉及到任何金錢交易的話 其實都不涉及到賄賂 然後就 葉楚寒也是什麼事 為什麼會葉楚寒做證人呢 所以 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記得之前播件事被人罰停賽 在罰錢 涉及賭博的時候 就是告訴大家 是哪個場次 是怎樣涉及賭博 但是這次就是 完全不知道 哪一場發生什麼事 總之就是 罰停賽 然後就罰30萬 那所以就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都很歡迎劉貴賢 因為我 不知道 好了 那我們也說回正題 那次的賽果都好像表現不錯 我想跟大家跟進一下 先看看 先看看 上星期六的沙田日賽 第一場就 翻版三重彩回來 1、2、3號 然後呢 第三場呢 就一號膽 賢者無敵中了 然後就 閃電電話都中了 哇 20倍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懶 我很有信心 這場我還給了 三重彩給我的上司 然後他都 80元中千多元 挺有信心的 但是我自己沒有買 然後就是 第五場的 中了法財大師 不 這一場我記得 我在Live那裡有說到 就是 9824 這一場 大家可以看回我直播 我隨口都說中了四隻 真的 可以看我的即興Live 真的 大家知道我多freestyle 那 第八場呢 維美終於回來了 終於沒有塞車了 這次 那 還有什麼 第九場 第九場 我們那個 不知道是什麼 跑第一 六族 對 對 隔夜的賠率是五十幾倍 然後那天到八 八點七倍 對啊 有點驚 對 六族無限 那你填牌安期 營造組裝也有 大致都是中了幾場都夠了 其實最好分就是那隻 閃電列馬 那我們都 你也說最有信心是這場 是唯一不開心的事就是 智聖姐強那場 發生墮馬事件 那就很不幸 唉 我最不想看到的東西 不過大家都真的要尊重一下楊明倫 因為他都不顧自己安慰 都 馬上奔向智聖姐強那裡 去 牽引回他 叫做盡量減輕他的同廠 我真的很感受他的 值得尊敬 這位騎師 楊明倫 那報紋現在就好像盤骨骨折 入了廠 那好吧 我們就 講回正題 那來的 明天 星期三的谷草 夜馬 首先挑選第一場五班千二位 出馬就12匹 那首先就挑選一隻 二號的月球 那這匹馬其實上次重磅 都跑第三的 那也是搭梁家俊 那這次也是 那他原本是四班的 是啊 那所以呢 那這次四班跑得不好 因為見到十一十二 跑在四班 因為是黏的 那時候落雨 那所以就可以抹掉他 那根據他 好地 對啦 根據他上一場的賽職 去到五班跑第三 都應該準備贏 那這場也有五班 對啊 那對著一對手不是特別厲害 所以都可以選出 哦 梁家俊跑 沒錯 那這隻領航城區 我感覺真的很超 我印象中 我先看 我記得是拋離了幾個身位 嘩 嘩 這隻領航神區 嘩 8號 極度超班馬 輸給一隻 所以沒辦法了 那但是 這場對手沒那麼厲害 都可以選算 那另一筆就是 3號的 韓州飛輪 其實這筆馬呢 大家可以看 他 072和013的場次 其實都表現都不太差 只不過 上次跑得衰 因為也是落雨的關係 但是不要緊 他 他當位差吧 但是072那場 哇 十當 對 再加上都是有少少雨 嗯 但是 看到他是有追勢的 這筆馬 然後他現在 40分 到5班 都是有 班底的實力的了 所以都可以選擇這一筆 挺厲害的 之前你不是教我 Lesson 1是會不會贏嗎 沒有 這筆馬沒有贏過 那為什麼你會看好他呢 因為他 之前兩場 072和013的場次 最小 這次換了潘頓上去 就是一降班 然後又有潘頓琴上去 這些馬都可以留意 對 那另一筆呢 就選擇 冷冷的 蒲合超得 沒有什麼原因 有信過騎士忠逸禮 最近都是一些上位的新星來的 那他117鎊已經很輕 還要選5鎊 哇 飛喔 這隻要飛 輕得要飛 對 那再加上這筆馬 就是 放開頭的馬 那麼 忠逸禮都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推上前 對 對 這個真的 好 這一場就選 那為什麼不選第一 第一好像會贏 1號 1號 好像會贏 當不漂亮 還有騎士也不太漂亮 所以又不選 哦 他之前是班德禮的 對 坐騎 但是現在換了一個 未必會 慢一點 12米菊草 11當不選 我寧願選一下冷腳 所以就選2號3號和12號 你有第二場 三班1千米總有出馬 8匹 其實這一場 我差不多每個都想說 我盡量精簡 才說 第一部 人和家興 這部馬很中心 但基本上 他換了人就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平時梁家俊 其實這次無故要中逸禮 對 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這匹馬始終時間最快 而且都是 厲害開的馬 所以都要選 另外1號就是2號的鐵毛儀 這次是強配 換了河澤腰 之前是 稀蛇 騎開的 再加上 跑這個路程 都是正宗路程 成貴 都非常之近 3 3 3 4 5 所以這隻馬其實 入批 要拖的 如果入批的話 再加上這個步速 其實也有利舉追的 新學的一個slack 入批 對 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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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入批 是 另一匹簡選 就是4號的 才彩 這匹馬 叫做四平八穩 都是跑開 色骨 萬年老二 兩場都第二 第2 第3 對 之前都是搭潘頓 今次保持 四平八穩的馬 都不能飛 五彩 過得去 我覺得這隻馬 真的要挑選 另一匹 都可以挑選 一隻 8號的 令才 這匹馬 我覺得它憑實力 可以做到它的補助 因為是放頭馬 如果它慢慢扔下扔下 都可以搏一下 爛腳 再加上 都跑過菊草一千 那就看看賀明年 可不可以處理到它 但是菊草好像跑都不用 沙田 所以這就叫懶腳 是 是 因為它四班 之前 四班上三班 是啊 所以它超輕磅 一日五磅 只不過唯一擔心 就是會不會紋了一點 你知道五彩子的馬 是不是都推出來跑 來得快去得快 你看 先開季 到現在跑了 不準備第六次 神經病 這個真的 當你是飛虎隊訓練 這匹馬就當是搏一下懶腳 都可以 另外也說一下六號 和七號 這隻浪騎仔 其實形勢 我覺得這匹馬挺遷就得到 這個會贏的 上季贏了兩次 所以 中逆禮的造型 對 所以就是 為什麼中逆禮不跑 要選一隻人和家興 所以我就不選選了 這匹龍騎仔 另外就是七號的 雲萊勇士 我還是不會選 但我想說一下 但是會贏 對 他上將是會贏的 但是看到他贏得也有點辛苦 而且用了很多力 所以 還有很近 十五號就跑了 他八號才贏完 我有點擔心他的體力 所以這些馬都出來看看他的行圈 再選擇 始終時間又不是特別快 好了 這場選擇一二四號八號 來到第三場 四班一六五零米 還會出賣十二匹 首先 就選擇這隻一號的駕駛棋 那 終於都好檔了 這匹馬 每次都好檔 對上兩次都十二檔 但是都很近 都是有追小的馬 幾次都有追小 所以這次好檔 而且有斑底的馬都不能飛 周俊樂都可以騎開他的 另一匹就是二號的大力喉王 那這匹馬就 呃 都是四平八穩的馬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換了賀明連上去 這場 對 那 做腳我想也要拖 這些穩穩的馬 另一匹就是四號的喜快 這匹馬呢 我可以開個試集給大家看 我可以留意到他試集 都有追小的 還有看他呢 他的身體都做好了 可以看一下 然後呢 他現在都在最後的位置 那我們直接就飛到差不多 終點的時候 好嗎 好了 這個開始呢 都是有少少比的 但是馬很肯衝 我看到 這隻也好比的 這隻也有追小的 那這隻的追小好像抱得更加大 到了 那就大致上是這樣的 都覺得他很肯去 而且他那個 那個叫什麼 抱得也挺大 所以就可以要買 這隻 見他的身都開始做好了 那這隻喜快 那另一匹就選選一隻六號 No!我一隻三刀 對 為什麼選這隻馬 你猜一下 嗯 因為是中逆禮 其實你喜歡中逆禮 對 我喜歡中逆禮 那而且呢 我覺得你這匹馬呢 跟中逆禮 合過這麼多次 應該都人馬合拍的了 那只不過 沒有來過跑馬底 今次試下來 轉一下跑馬底 看看有沒有新鮮感 因為你的東西 其實評分差不多了 我覺得 就算要贏 還是這幾場贏 可能今次就搏一下 他能否進到頭四 贏就未必贏到 那另一隻呢 想說一下 真的沒想選擇 就是5號的獵景追飛 那這匹馬呢 我覺得他上場叫做試一下 對 跑到那些載職這樣 不是很緊 但是試馬 今次不知道會不會搞搞震 但是 都沒有想著怎麼選他 所以這場呢 就選選1號2號4號6號 問題 是 我有問題 為什麼不選9號 9號會飛 不是 會贏的 但是寶明輝還可以幫他選2號 而且這隻馬 本身 不算 特別重 你教我今天 長跑 不會找一些特別肥的人去跑 對 這匹馬呢 為什麼不選呢 因為我不覺得他4班夠人跑 你想想 你看 上季 上次贏 是黏的 下雨 還要5班 這些馬 先看 雖然他上季就贏過一場4班 也不明白 但真的太久之前的事 我覺得他還沒做好 所以就給他一些時間 浸多排 玩多排 我不會選他 來到第四場 4班千二米 總共出馬 12匹 首先呢 我想選2號的盈樂 這隻馬 你不要看楊明輪 那隻楊明輪 非常合拍的 整季跑了三次都是搭楊明輪的 而且這匹馬其實形勢也不錯 我看他內檔 還有上兩場 雖然跑得不是特別出色 是上兩場外檔關係 上次第10檔 前次的12檔 這次轉回三代形勢也很好 所以首先選2號的盈樂 另一匹選4號的加菲凡 這匹馬又是試襲挺漂亮的 而且這隻馬 收到封 其實馬主是想贏的 背景也非常複雜 所以我想他應該不會 有什麼狡猾的東西出現 這匹加菲凡 而且上一次的表現也不錯 跟何宅業有合拍 選這匹加菲凡 另一匹是8號的馬友運 這匹馬表現也挺連貫的 而且人馬合拍 跟何明年 之前也贏過一次 交代了 在前一次的時候 這次我想也不能飛 做腳點也要拖一下這些馬 三班下來的也叫做 一定要有幾次 對 你講出了重點來了 他有些班底 這匹馬是三班馬 所以 這四班也有好處 另一匹 選選11號的精英自尊 這匹馬呢 怎麼說呢 又是潘頓的 你常常都貼潘頓的馬 什麼啊 我不是找他做膽就可以了 又不可以說 飛光他們 好老實說 那我先講這匹馬 說真的 說真的 往績 真的不是特別亮麗 尤其是 上季在高帕生 那裡 差不多所有騎士都騎過他 上季 就是除了潘頓 但是 今季轉了馬房 就可以順一下 因為始終轉了馬房 我覺得他表現好了 上一次潘頓也緊了 對 十二檔跑到四 很厲害 而且沙田的馬 始終都會秤高一點 所以就選擇這一匹 十一號 精英子專 這場就選擇 二號、四號、八號、十一號 來到第七場 二斑 一六五零米 出馬十匹 首先想選擇 一隻 四號 起連勇敢 這匹馬呢 可以看上次表現 他上次是柯蘭市 賴屎屎 然後 然後 雖然他跑到八 但是其實 我覺得他上場的形勢也不太差 在大愛蝶 在焚出來 然後 哇 飛到最愛蝶 外國愛虎 然後 衝 衝 這隻就不知道是什麼 哪隻 但都好像腳軟 不知道能不能撐到 嘩 這隻更厲害 你看 你看 哇 自力更新 這組是屬於強組賽事 其實你看到他很肯追 純粹真的不幸運 一群馬都很厲害 每個人都可以追 所以 我覺得他表現不太差 可以給他一次機會 這匹 起連勇敢 二班都會贏 另一匹 挑選的就是 啊 這隻起連勇敢 上次都是跟10號一齊回來的 博望波 但是 10號 算了 我還是請高一點4號 所以我不選10號 另一匹就是8號的神虎龍驅 這匹馬呢 大福大勇的了 這匹馬 說真的 我知道 適應還是沙田 回來 沙田馬 所以會請高一點 然後也是潘頓的 嗯 可以這樣說 所以人馬合拍 對 其實它1400米 沙田上來 穀草 1650米 我覺得就沒有拍 始終這匹馬狀態非常之好 看看潘頓搞不搞事 那 另一匹就是9號的 喜王區 是菊草專家 而且人馬也很合拍 跟這個河澤妖 那 這幾次都跑得近 那 是菊草賽事 尤其是 每次都有頭幾名 對 對上一次 跑第五 然後上一季 季尾 跑第二 那這匹馬都可以選擇 對 而且一檔 一檔 應該不會塞車吧 對 所以這場呢 就選擇 4號 8號和9號 來到第八場的 三班千二米 中出馬12匹 首先是選擇 3號的喜智堡 那這匹馬 何宅要再騎 不論是馬 還是人 我都覺得很有鬥心 上次 少少下雨 關係 而且還要十檔 所以我覺得輸檔位 那 今次抽回 漂亮檔了 拿回二檔 所以都可以選擇他了 另一匹 就選擇 4號的 好有心得 那這匹馬 其實三班 我覺得他夠跑的 因為之前也是跑過三班 那一落四班馬 立即贏馬 然後現在又彈回三班 那 不要緊 始終 這次又是漂亮檔 一檔 而且上次四班 贏的那個 都是潘頓跑的 對 潘頓是懂得幫他跑贏的 是嗎 不是這隻 sorry 很有心得 很有心得 是潘頓跑的 不過是三個馬 是誇張的 其實我可以看他怎麼跑 但當然 那組的對手不太害怕 去到最後都知道 對 看最後 看他贏成一點 哇 crazy 你看夫人拍都不拍屁屁 真的打也不用打 超班馬 所以馬上彈回來 三班 不要搞四班馬 讓他自己玩 現在都高分 70分 好 另外一位介紹 25號的 合火雄心 只不過 三連勝 我覺得有點難 因為畢竟贏了兩場 對 但是這些馬 贏了也不能飛掉 跟艾少禮 又合拍 黏的又會跑 好的又會跑 是啊 是的 厲害的這隻馬 而且這次是多少 八檔也可以 純粹是 走不掉 這些馬 都是要拖的 那 另一匹簡選 就是11號的超越名 這匹馬 其實就 我選不選他 好老實說 這隻馬的身體 一直都很漂亮 但我評分真的有點尷尬 現在 61分 即是他在四班 勉強贏到 但是來到三班 又不夠人跑 少少尷尬 所以不選這隻 選擇懶點的 12號的 金哥儀 那這匹馬 我覺得他夠班 因為他在三班 都經常 是常客 之前還要在二班 最初出道的時候 而且 他應該都是 放上前走 這些馬 所以這匹馬 都可以拖一下 所以是 12檔 可能是兼具少少 放到前走 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場 就是選擇 3號、4號、5號 和12號 沒有了 講完了 OK 講完了 今天 就分享著這麼多 如果有些什麼 想討論 想給留言 或者給我建議 歡迎留言 或者分享出去 今集就講完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急啊 我的天啊